主动新世代台中大未来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吴怡婷 经济发展要跟着中央的政策来走 不过地方也要了解我们在地的亮点 才可以带着我们的产业来向前行 然后说到拼经济就来请教到 在我们台中市来推动我们经济发展的幕后重要推手 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 台中市政府金发局局长吕耀志 吕局长 一听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局长最近每个月都来有很多的参访 然后要把国际来接轨 然后甚至是带来很多的交流资讯 那我们前阵子一月份的时候是到了新加坡 来举办了一个台新经济联席会议 这个会议好像已经举办十几年了 那像今年我们的规模大概怎么样 然后有什么样的收获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呢 新加坡是台湾重要的伙伴 也是台中的好朋友 那我们很珍惜 那么最近这几年台新的经济联席会议 恢复交流之后 那我想越来越蓬勃发展 那但是地方政府能够扮演的角色相对比较少 那但是这个从两三年前市长到新加坡之后 他就觉得说应该要加强台中跟新加坡之间的双边的一些关系 所以在今年我们也很成功 这个台新经济联席会议里面特别去强调跟台中的连结 那包括很多议题的设定 讲者的安排 以至于这个代表团的组成 都是以台中为核心 所以概括来讲 今年的规模算是优势以来 地方政府派团最大 那林交长市长领导 那协同这一个 徐旭东董事长所 率领这个代表团有高达有 大概将近快一百位 那这个是史无前例的浩大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去探讨说 双边在智慧城市物流 还有这个金融上面的一些交流跟合作的关系 具体而言是很多的成果 那其实我们也不是只有去开会而已 其实从之前一段时间到现在目前 一连串这几个月下来 我们都非常密集的跟新加坡的外交单位 在密切的联系 那在那过程中的几天 我们也很幸运的可以跟几位新加坡 新一代的决策者 有进行非常深度的交流 那甚至他们的效率非常的高 晚上开会了 隔天早上又安排另外一场会议 那有把他们非常重要的 行业转型蓝图里面 重要的几个产业的领导人 都找来跟我们在一起聊天 那我们现在具体的一些进度 就是希望他们今年的下半年 有几个重要的展会 他们希望能够派团来参加 那包括食品展 那包括航太展的部分 他们都希望能够派园来参加 那我们在上个月二月份的时候 新加坡也刚好在办非常重要的 航太工业展 那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团过去 然后跟他们那边的业者 非常深入的一个交流 是 所以局长我们原本以台中 这次其实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 全国都可以去到新加坡来参加这个会议 那我们台中这次带了很多的产业 都一起去做观摩 那原本我们台中跟新加坡的交流 比较多的大概是在哪些产业上 那这次有没有一个更推进的一个发展呢 那当然以这个食品产业来讲 因为台商在新加坡做很多相关的贸易 跟加工也不少 所以这一次特别针对这个食品加工的产业 因为我们有带这个高炳工会的理事长 周理事长跟我们一起去访问 两边就对接蛮热络的 那所以在今年八月的这一个台中 扩大的这个食品展里面 我们就把对方的这些食品能够引进来 我们也在讨论这个清真食品对接 怎么样帮助我们做好南向前进的一些工作 那包括比较先进的这些食品机械 我们也都有做一些交流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包括食品的智慧制造 这些题目也都进来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航台 还有物流的部分 其实物流在我们台中港最近这几年 业绩真的是土非猛进 那新加坡有非常大的这些物流集团 在最近也到台中来 然后恰询说可不可以在台中设立 更现代化的这些物流设施 所以这个也不是只有一家厂商 有两三家不同的厂商 而且他们都是新加坡里面 仅次于淡马席 非常大的这些企业的集团 所以我想可见的未来 台中港的散货集装箱 还有这些面向亚太地区的这些分销 等等这些的部分 都会非常蓬勃的发展 有部分也是跟食品业有关系 比如说很多的这个面粉 棕榈油这些食品油类 油脂的部分 他们都有投资台中的这个计划 那现代化的智慧型物流 可能下一波又更 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集团 又要来台中参访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 因为他们的国家重视这些事情 那我们觉得说 这也是台中非常好的商机 所以借由他们行业转型蓝图 他们总共有23个 那他们也是一直在推 怎么样跟台湾整合 然后能够走向印度 走向印尼 走向其他的东南亚的国家 他们都可以帮得上忙 甚至是金融的部分 所以我们都针对这些题目 一直在广泛在讨论 很多具体的商机 因为市长他不觉得说 一定要停留在这些议题的讨论 他也蛮积极 想要促成所谓的公司跟公司之间 指标性的合作案件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进行 这个部分的努力 是 不只是像我们以前想的 只是单纯做外销 做贸易到新加坡这个点而已 我们现在做的是 两边的一起合作 甚至是攜手 走向更大的市场 对 对这是真的是蛮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一次的主题 其实也是紧扣着智慧这两个字 那跟我们现在台中要来推展的 这个智慧机械产业 真的是不相来谋合这样子 好 那所以现在我们前阵子 其实在我们的中央 就有在台中来建造了一个 智慧机械推动办公室 可是我们台中市政府 好像又另外来建制一个 全球智慧机械发展中心 对不对 那就是要请教一下局长 这两个单位 我们是互相合作 还是是怎么样的一个系统 一个机制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我想智慧办是国家的一个推动办公室 那他的执行长是经济部政务次长龚先生 那副执行长是我 那智慧办主要就是做 重要的国家型计划的拟定 跟这个预算的编列还有执行 那跟这个智慧机械发展中心 有一个上跟下的一个关系 那智慧办主要就是要编列预算 制定大的政策 还有督导实际的执行 还有一些重要的软硬体的计划的推动 跟推广 比如说为了让中小企业能够迈向智慧制造 我们有一些联盟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硬体 我们叫它叫做smart machine box 那跟相关的这些的资料处理的平台 国家型的这些资料处理平台 那他们做这些事情 但是呢 实际上中小企业所需要的这些教育训练 技术辅导 访试 那资源的申请 等等的这些的部分 甚至是跟学校的合作 那产学的研发等等这些的部分 这个就交由 现在正在如火如荼 在展开各项工作的这个智慧机械发展中心 来做 所以呢 基本上你可以想象说 一个是中央的一个子餐的机构 一个指挥机构 另外一个是一个地面型的部队 战斗部队 那我们现在目前也非常多的这些伙伴 陆陆续续都加入我们这个阵容 比如说有好几间大学 而且不是只有台中的大学 还有包括云岭来的大学 他们都有实际派这些专案的人员 到我们这个全球智慧机械发展中心里面 来做什么呢 来做很多辅导访式的工作 我们会组一个专家的辅导团 来各个中小企业 指标型中小企业来做实地的访查 跟技术的这些这个检验 所以这个无形当中 也在帮中央推 他们现在要做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到一家 这个汽机车零组件的制造工厂 或是脚踏车的制造工厂 我们先看它的产线 是不是够智慧化 那它的这个金石制造做的怎么样 管理做的怎么样 其次我们才会说 中央现在有这个smart machine box 有这个NIP 如果导入之后 可能会对你的生产效率提升多少 对你的人工可以更怎么样 更有生产力 对你的这个出货 跟这个品质的管理 会不会更好等等 我们就会去做这些事情 但额外的我们又会问你说 那如果你有很多技术上面需要帮忙 是不是在地的大学可以帮你忙 或甚至说以后你们合作 更顺利的之后 我们会问说 那你愿不愿意让大学 把同学带来你这边做实习 当做一个另外的一个示范产线的 一个外围的组织等等 就是有点像加盟店这样 因为我们有一个中央级的示范产线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 各行各业不同的好的案例 来加入我们 那这些事情就不一定是 知机办去做 而是智慧机械发展中心去做的 所以我们比较着重是在辅导访试 然后跟这个产学合作的这个部分 算是比较执行端的 对比较执行端的 那个单位这样子 好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局长 像现在我们希望推智慧机械 在我们台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 那60公里的黄金纵骨 那不过如果说有一些中小型企业 他也想要来加入工业4.0 那也许他现在就是一个传统产业 他能够怎么来做呢 所以我们就要下药之前要先诊断 那诊断的我会认为说 这个智慧制造 其实他面对的是解决非常多的问题 第一个是比如说能资源的 这个使用是不是有效率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要节能减碳一点 用越少电越好 第二个人用的越精简越好 用到刀口上 人用到刀口上也是很重要 第三个也很重要 空间用到刀口上 有很多这个中小企业 或是说中大型企业 常常会抱怨说他们的这个土地不够 厂房不够大等等这些 但是当我们到现场一看之后 就发现他现场动线的配置 其实是不够金石化的 所以我们会从这边先开始 开始之后再来面对说他的资料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更有效的整理起来 那去看他说他的这个客户的结构 到底是现在的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如果你客户只有一个的话 那我们就针对那个客户要求你的效率 还有说你做的品质 还有会不会出错等等这些问题来解决 那解决这些问题往往需要一些数据 对不对 所以你的生产线上面就必须要开始 来做数位化的很多的准备 包括开始可能加装一些Sensor感测器 来抓这些资料 那资料抓到一个平台上面之后 你需要有哪一些的一些软体 来帮助你分析那些东西 包括可能是排程资源 还有这个制造执行 甚至是后面的这些资管 人管等等这些东西导入进来 这个才可以解决企业全方位的问题 所以智慧制造绝对不是说 我们在工具机上面加装什么电子的东西 然后整个卖出去就叫智慧制造 智慧制造是根本性在解决 我们企业特别是制造业 在所有的经营上面 所可能遇到的浪费的问题 或是说竞争力的问题 如果你可以比人家更早预测 你哪里可能会出错 而进而提前改善的话 那你所面对的风险就越容易被管理 那你就比你的对手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做出品质最高 成本最低的东西 那你可能就会有竞争力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 中小企业的老板自己要体认到 这绝对不是说加装一两个东西 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这个要从你的根本上面经营企业的这些方方面面 全方位都要检视过后 然后全方位来做改善跟解决 是 不是只要引进什么机械手臂 把我的生产线变成是机械化 速度变快而已这一个部分 其实是整个后端包含到管理 然后甚至是成本的一些进出货等等的很多面向 整个都要数位化 都要导向数位化智慧化 那如果说这些老板想要做这些事情 他该去哪里找这样的资源来帮助他呢 我们事实上从过去这一两年来 跟中央争取很多资源的下方跟权力的下方 所以很多的中小企业 他们不用特别再到中央去申请资源 他可以直接跟台中市政府的经济发展局 劳工局等等这些的单位申请就可以了 那我们有很多中小企业的研发补助计划 针对智慧制造的这个部分 我们有专门匡列预算 在帮助大家做这些 那针对智慧制造的一些 资讯化的软体的建制 包括人员的训练 以及航态 要导入航态加工等等这些 所需要的智慧制造的这些门槛 相关的认证等等这些 我们都有相关的专案计划来做补助 所以智慧机械发展中心 如你刚刚所言 他们就是一个统一的窗口 可以来接受这个中小企业 在辅导上面的需求 在经费上面申请的需求 那更重要其实是 他们要找对好的学校 来帮助他们 那找对一个好的学校 有一些外部的一些力量进来 甚至是法人的力量进来 也可以帮助他们 重新检视 因为我刚刚谈过说 有很多人可能他 十几二十年来就是这么做 他可能看不到自己 未来可以怎么样走 他需要有一个公正客观 又有专业的第三个人 来教他怎么做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些事情 是 好 只要愿意改变自己 然后走出来 来找我们政府这边来资源的话 相信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好 那么要在我们的台中 来拼经济走出去 那下一段节目 稍后会来再继续聊聊 不失费mond